機場人潮變多指揮中心再鬆綁邊境管制 從14號開始包含來台轉機 持有效拘留證者以及我國國人 這三類民眾入境之前 免吃兩日之內的PCR陰性報告 檢查電子彈啊 他是看紙本 但你覺得台灣就不看是好吃嗎 我覺得還是看一下比較安全吧 覺得各有好有壞吧 有就是保多一層保護 對於放快民眾看法兩極 目前大陸不管是入境還是出境 都必須要48小時的核酸檢測報告 其他國家多數放寬管制 然而部分醫師擔心 國外的Omicron BA.4 BA.5肆虐 再掀起一波感染 國內的疫情好不容易進度虛緩 若是再度大流行防疫措施擋得住嗎 有沒有這個PCR的運氣證明 其實是擋得有限 對於它會限制很多的生活上的不便 所以說我覺得取消是比較好 就是兩看取消 其實我們這邊也是參考國際上的做法 路徑之後事實上還有 生活拖業的一個採檢 那後續還有三加四的一個 檢疫的檢疫跟自主防疫的一個措施 那這個部分都可以再針對這些 可能的一個進入了的一個 境外疫若個案來做這個偵測到 指揮中心強調還是有防疫措施把關 未來還有機會開放林家西 只要做好個人防疫 注意監測疫情就能挺過 TVBS新聞林志偉黃凱晶桃園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